花蓮县家长协会这个星期假日 特别在花蓮高农举办了 112年纪专多元入学家长宣导说明会 邀请到多位校长出席 共同来关心学生们咨询的升学议题 县长区正位特别到场 给予师长们高度的肯定与支持 那我们今天主要说明的 就是有关于相关的时程的说明 那再来的话就是有关于被审资料 那还有一些招生资讯的一些查询的管道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3到4月之间 与全国17所技术型高级中学 共同办理纪专多元入学家长宣导说明会 花蓮区则委托花蓮县家长协会办理 8号下午在花蓮高农举行 邀请到科技大学教授说明被审资料的准备 以及技职达人求学求职的经验分享 那为什么要办这场宣导 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不了解说 现在的升学管道 那也没办法跟孩子去做一个讨论 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说 这个家长宣导这个部分 能够落实在每一个学校去 对家长去做说明 现场除了多位校长出席 共同关心学子咨询的升学议题 而县长徐正伟也特别到场 给予师生们高度的支持与肯定 那现在的多元入学其实学习 升学的管道非常非常之多 但是如何让孩子们学习 学习更多的东西 我想在现在的教育里面 我们是需要希望也需要老师和家长 当然一起共同能够了解整个社会产业的脉动 然后让孩子多多的接触 现在已经不是在此读书的时候了 现在是要非常非常地活 孩子想要知道什么 我们协助他 让他去求知 花莲县家长协会理事长许一香表示 有许多孩子可能因为同才间的影响 所选择的科系不符合自身的兴趣 未来的发展因此受到影响 希望透过这次的说明会和家长宣导的部分 能够成为学子升学的咨询管道 也能帮助各校落实向家长说明的情况 记者 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